老花姨每日一打回答一下 测版本的雅方问题 嗯嘿 啊不这缺水缺光焦掉的部分 啥玩了这是 你看不着 这个看不着宝贝 你这个看不出来 你就光给我这么看 我说啥也看不着 嗯哼 反正如果说让我一按目测去判断的话 这种应该是缺光 缺光 然后呢可能是冷 别的应该不知道 你应该拍整体的宝贝 不能光给我拍一个页子 你看我头发白了 你就光好一根白头发 来大夫你给我看看 我这是少年白头发 还是头的白 还是瘦的大了白 哎 我知道我看出来 嘿嘿 爸 我的发财数啊 叶子都打了呢 还有救吗 剪啊刚刚发完 你看咱们之前修剪的发财数 你看现在又涨起来了 得修剪啊 你不能太多了 你想想 就就就就你这个家庭 你要是拉扯20多个孩子 你拉扯不过来 是吧 他再生 再生两个孩子 你又不去工作 对啊 他上面这个发财数就一个道理 他光啃老了 你得修剪修剪 分价 该分价的分价 嘿 修剪就行了啊 然后撕点肥料 别的没事 要不然时间长了 真把那个树干 养养全臭没了 老外你好 成都天热 阳台 喷零耳要避开花苞吗 你像这种石器养的挺好的 他说这个长了很多不认识的扁群状的虫子 这个叫蟹翘虫 这种虫子呢都是带壳的 像个小乌龟一样 趴在上面 哺哺哺哺就一个劲的吸 一般打药呢 没什么用 加大一下小白药的剂量 可以稍微多放一点点 然后呢 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就拿个棉签或者说棒棒 或者牙刷 把那些个虫给刷掉 能喷点药最好 你可以用这种小小的喷壶 兑一点点那种药啊 如果说你家里面真没有 你就把那个小白药就兑水给它喷了 容易堵喷壶啊 先跟你说一下 然后他说第二个 就长了花苞 喷零耳要避开花苞吗 肯定要避开 你尽量的药就不喷了 但是呢 你如果说通风很好的话 像一千倍比例的 可以稍微喷一喷 别的没啥 老外你好 脆皮金鱼上海 叶子掉了 接下来怎么办 剪啊 刚说完金鱼的事 我们那个金鱼也剪了 它有顶端优势的 你别让它长得太长了 长得太长了 你看它光顶端 光上面那几个叶长得好 那下面的你看都不行 然后呢 要给足一下光照宝贝 好吧 光照不行也不好 就是湿湿肥辣 修修剪了 别的没啥 老外你好 北方茉莉养一年多叶子没掉 最近发黄 咋的了 给足光照 赶紧给足光照 你再时间长下去 它又不行了 别的没啥 该修剪的修剪别太长了 给足一下光照 好吧 北方现在咱们这气温也行啊 中午的时候那个日头也可以 也多晒晒 好吧 这种老叶子去年没掉 但是今年它也会慢慢的掉 知道吧 就是因为温度没达到 落叶的一个时间 它就没有掉 不建议让茉莉去春花 这个老叶子这个没办法 你看我这个月积叶子残缺不全 啥原因 这就没长开 这就没长开 缺微量元素 就跟长不开似的 要看的不舒服 就把尖一掐 让它重新长 然后适当的给一些肥料 多给足一下光照 你像你用这种吃盆 嘿 宝贝 一高人胆大 好吧 养的不错 养的不错 多给足一下光照 这就是缺乏营养 做狗巴巴的 宝宝的 哎 别的没啥了 如果说有其他养问题 视频要留言 我是罗云 养好就这样 不错 点了 白了